各位新式女士 欢迎来到我们喜剧NOW的频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雪仁 同样呢 我们欢迎到我们唯一的一位特别来宾 李妍飞 嗨 大家好 我是妍飞 来 再跟一点掌声 嗨 妍飞 好 今天呢 喜剧NOW要继续聊男女之间的关系了 但今天我们不是聊我们情侣 我们聊个现象 现象 就是跟爸爸妈妈有关的 对 那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妈宝一大堆但是没有爸宝呢 妈宝跟爸宝 爸宝这个词蛮有趣的 很少听到吧 对啊 你有听过谁是爸宝 我没有听过谁是爸宝 但是是不是还有什么解宝跟歌宝 比较少听到 但是最少听到就是妈宝 妈宝 为什么 而且我俗称 俗称诶 人称是妈宝吸尘器 俗称 感觉你活了很久诶 就是我没有教过不是妈宝的男朋友诶 OK 包含我吗 你说那个 我是个独立自主的男性 不是 对啊 我好像 因为我很强势啦 所以我的男朋友好像都是偏妈宝路线 好 那你来定一下 你三个男朋友 都是妈宝 对 然后等级差很多吗 你好像是最 我最妈宝 你最妈宝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不是说其他你前面两个都很妈宝 没有你第一名 我第一名 对啊 what the fuck 我不知道呗各位 我那么惊讶是否我真的很惊讶 你是第一名啊 我是第一名 好 那你觉得妈宝的点是有哪些 那你觉得我真是个妈宝 我觉得就是 你就好好讲 我会拿去给我妈听 哈哈哈哈 你拿给妈听干嘛 听起来妈宝行为 哈哈哈哈 继续好不好 我们之前不要继续 你不要光笑好不好 太白痴了 就是她很听她妈妈的话 她要做什么事情 她说我先问我妈 有吗 你确定每一个都有 有啊 你会不要一直顶嘴吗 哈哈哈哈 一直顶嘴主持 我是来宾 好好 你是主角 但是我跟你说 我知道为什么 会有妈宝这个现象 我必须得承认 因为大部分的家庭 爸爸都赚的比较多 OK 所以当爸爸赚的比较多 可能妈妈就会花比较多的心力 在家庭嘛 或者是妈妈就是全职家庭 所以妈妈完全的心力 都在照顾这个小孩的时候 当然小孩就会跟妈妈 比较亲近 然后妈妈 整个心血都在这个小孩的身上的时候 妈妈当然会对这个小孩的 掌控度比较高嘛 所以 反而是爸爸都在外面拼事业 所以 爸爸有这个现象 我觉得相对来说 就会少很多 哇 社会观察学家 这是我第一个 很正常的观点 因为 好像是一个社会期待嘛 就男人就是要养家 所以你在 工作上花很多时间 没关系 但女生就是 顾家为主 对啊 我觉得这也是真的 即便是双新 还是有这种感觉 大部分真的是男生赚比较多 因为我自己是女生嘛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对女性的歧视啊 就是我们真的听到 或接触到 男生真的都是赚比较多的 所以因为这个现象 导致妈妈 很长时间顾小孩 所以跟小孩子的 关系就是更紧密 对 我觉得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 就是因为现在少子化 所以妈妈 是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一个小孩 跟爱 都放在你的小孩身上 那所以你今天 你 你当然不用自己洗碗 你也不用自己 削水果 你也不用想 你喂要怎么样 妈妈来 帮你 这不就是我吗 所以就是妈宝啊 Oh damn 所以如果生很多小孩 就比较不会有妈宝 我觉得以前的小孩 因为妈妈没那么多时间 只关心你 真的 你不觉得吗 真的 那所以以前的小孩 可能妈妈生七个 那老大 就是顾 顾小的 就是顾后面 一个一个顾 那老大没办法顾 你弟弟也会 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对对对 可是现在的小孩是 你妈就生你一个 对啊 因为以前通常就是 爸妈会打拼啊 干嘛之类的 然后小孩就是 把他丢在那边乱跑啊 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爸妈 可能没花那么多时间 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啦 Oh ok 对 所以第二个是 少子化现象 对我觉得是这样 那还有几点呢 差不多了啦 差不多了 对 ok 而且我觉得 第三个就是 我们女生那个母性 真的是比较多 而且女生感性的脑比较大嘛 动动动 就是我们女生 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为了他可以奉献所有 对男人我们都这样 何况是从我们的子宫 这样滑出来的一个生命体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们会有 多么的大的心力 他是我的 对 It's mine It's mine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都是造成 妈妈很多的现象 哇 就女人就疯疯的 那也没好难去 但我就觉得 因为男女生本身的 那个个性的差异 差异都很大 对啊 所以爸爸其实 可能 你觉得为什么没有爸爸 那我就想 如果换过来 如果今天世界颠倒 就女生赚比较多 然后女生都在外面工作 然后男生 在像女生一样 就是比较顾驾一些的话 嗯 那男生 就是这个小孩 都太顾 那你觉得 爸爸就变多 我觉得是吧 好像会 对啊 但是 但你刚刚不是有提出一个论点吗 对我刚刚提出一个论点 就是 爸爸本身就比较不在乎小孩 哈哈哈哈 就是我觉得我们 有小孩 我们还是会爱他 然后有什么东西 可能还是会买给他 想要什么 带他出去玩 这样 但是我们不会 就是顾虑他所有事情 因为男人 其实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哈哈哈哈 你刚刚 你现在终于露出这种心虚的笑容 男人好像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就是干 奇怪 我东西放到哪去 然后 明天 靠北 有这件事情吗 啊干 我要忘记买什么东西 就是 男人自己都照顾不好 你们的心力到底放在哪里啊 我不知道 信吧 或者是 电动 电动 或者是 工作 一切会让我们快乐的事物上面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 对 就是我们很知觉 我们 我们是很短视经历的 我们不会铺太久 所以我们 现在可以拿到 所以你不记得我的生日 不记得我的什么 就是因为我不让你快乐 我知道你的生日 对 我们需要把它讲出来吗 你的个子就会外泄了 然后勒 你要说什么 你甚至在九月吧 九月的时候吧 十几号吧 对吧 那十几号的忙后面 你给我闭嘴 对 对 那 所以男生就是 我觉得他大脑感觉比较单纯啊 对对对 所以 男生通常没那么细心 对 他通常那么细心的男生就是gay 哈哈哈哈 细心过头了是不是 就是恶分法这样子 因为gay通常都蛮细心的 对 这倒是真的吧 就是我看过gay 就是 我看过一些很gay的男生 或者是 你可能就是gay 然后 他们的书桌或什么 他们就 弄得干干净净 然后房间就想想的 嗯 他不会让房间很臭 他不会让自己有汗臭 或什么之类 对 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 那这样子 对啊 就是 就是比较gay的男生就是很在那一块这样 然后另外是 如果他是很细心 然后他就是义男的话 那他就是还没有出柜的 什么都是 你 我们今天在讲爸爸 你现在一直在讲一些歧视的言论吗 没有没有没有 可能有点点关系 各位同事朋友 请不要 请不要就觉得我真的不觉得 但是你要知道 我在称赞你们 因为gay就是很男人可贵 就一般男人做不到事情 他们都做到 对我觉得 所以好像 追根究底还是 会有妈宝的存在 就是因为我们女生 真的比较会照顾人 母爱的 然后当我们 比如说我们 以前是因为 我们很会照顾人 但是有七 七到 就是很多个小孩 让我们 应付不来 对 我们可能 就是我们的爱永远 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因为有七个人分 可是现在又少子化 所以我就是百分之百 全部压在一个小孩身上 然后这个小孩 他可能就是 从小就这样 然后他就觉得说 哦 全世界要以我为重 我的人生不用 我自己下决定 我就是 然后他们就这样 一路长大 就变成你现在这样 干 去你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 去他之前 就我有一个朋友 然后他大学的时候 因为爸爸 真的好像都很free 妈妈 不知道耶 我真的朋友是这样 就是他念到大学 然后他 被恶意了很多次 然后就言笔这样 然后妈妈是一个学校老师 所以他就觉得 我靠我儿子 怎么会这样 在搞什么 我就觉得很担心这样 然后他爸爸说 诶 怎么了吗 因为他爸以前就是 也是被恶意 也是被恶意 掩蔽这样念出来 然后就哇 就是你看这件事情 就是爸爸跟妈妈就 就差很多 这样子 对啊 而且 我在家 我觉得我爸是 也是听我妈的话 所以我妈是 一家之主 我爸是一家之主 对啊 我爸好像比较没什么 自己的意见 那我妈说什么 说对啊 我爸说对对 你也不该这样 什么之类 我也不确定 我爸是不是这样想 他不知道是为了存活 还是什么 而且我之前 其实看一些 亲子教育的书 有一段那个 故事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如果小朋友就说 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那妈妈就会说 我来帮你做 啊 妈妈第一次 很多的妈妈都会说 我来帮你做 然后他就帮小孩子完成 但是爸爸会说 我们来一起做 哦 或是你想想看 可以怎么做 爸爸应该说 你自己做 对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男女根本上 在对待小孩子的方式 就是女性会 就是我帮你处理 他会很想要 帮他带来 对就是你不用 妈妈来照顾你妈妈 帮你处理 可是男生 好像天生就会觉得说 我们一起做啊 怎么样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男生对小孩 是比较 我自己观察也是这样 就是男人在带小孩的时候 是用比较平等的方式 就是把他当兄弟 或怎么样的 可是女性就是 我要照顾他 因为 他是从我身上 你知道 这样子坠落到这个世界的 所以我就是要 坠落 不是 就是进入到 你从二楼伸出来 然后掉地上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对他 会有一种责任感吧 所以我觉得 妈宝现在又因为 现在的社会环境 所以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导致我们那些 而且妈宝很多都是男人 哦 可是如果是那种 那应该就是公主病 啊 对不对 我们形容 公子病就说他是妈宝 对 男生才会讲妈宝 女生就是公主病 小公主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我觉得 因为很多事情是 长 就是家长啊 爸爸妈妈 就是小朋友的一些东西是 他们是可以直接做掉的 所以你就觉得 我与其让你有那么多时间去搞 这有的没的 我就帮你 我就帮你解决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 以短期来说 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解决 是很快 但是 就是变成小朋友好像就 哦 那反正我就 我就不做 我就不做 其实我妈真的是都不会让我去做家事的 他真的很爱我啦 但 他就是 什么洗碗他也不要让我洗 他说你去念书 想说我也没书 但我书也没念多好 哈哈哈哈 我也没有课念什么 什么精通台道 你自己有觉得你自己像妈宝吗 呃 我觉得妈宝人不会觉得自己像妈宝吧 你到什么时候 才觉得 我好像跟一般人不一样 哇 可能到大学吧 怎么说 哪一次事件让你 大家就觉得我妈管蛮多的 我觉得我妈管蛮多的 嗯 然后 我也没有想要 特别想听他的话 可是你会 我还是会 我还是会尊崇 我还是会尊崇 我说那你不要让我去环岛 干怎么不爽 超不爽的 嗯 然后没办法 我妈不让我去 那就不去这样 嗯 我就不会说自己偷偷摸摸去 都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概是我已经出社会 嗯 对 有一次我要去环岛 然后我觉得我妈一定不会答应 所以我就把行李什么都准备好 然后某天早上说 哎妈我要去环岛 然后我妈就 也有点傻眼 但她就让我去 所以你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 哎对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 之后就食髓滋味 对之后就食髓滋味 就都不跟我妈讲 然后就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好 嗯 哦 我有个 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可以跟听众聊聊 就是 我认为 呃 很多家长是传统的 嗯 然后他们会信誓你做很多事情 那 我觉得他当然是怕你受伤 这 他出发点绝会不会想要你烂嘛 嗯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 他们年代的那个想法 跟我们这个年代已经 有落差了 所以他们限制你这些 想要保护你 其实 对你来说可能是限制你的成长 这样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因为时代的隔阂 你根本没有办法 呃 说服你的家长辈 嗯 你不跟刚才讲 讲说天哪 你太有道理了吧 我就让你去创业 而且你妈妈也很老了 快七十了 对不对 对我妈也 也六十 快七十了 对 对啊 所以对他们那个年代来说 就是你就是去做一个什么 大公司的职员 然后可能 你可以往上升到主管 然后 呃 品质有保障 反正就是 你一直坐下去 就一直有钱 然后你也不怕被fire 这最好 你也不要跟我去搞一些 下班给我搞一些 有的没的啦 然后影响到你上班啊 什么都不要啦 对啊 那所以怎么办 对啊 就是 所以你就是 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你就去做 啊 不要跟你妈讲 这就是变成一个说谎的妈宝 对 说谎的妈宝 对对对 对吧 对 呃 有些时候你可以反抗 但有些时候你可以 你可以选择性的 轻松带过 一个是你稍微跟他顶撞一下 但你怎么跟他顶撞太累了 你也不用什么都让他受气嘛 所以你有些就 诶 不要跟他讲这样 但我觉得你 大家自己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啦 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乱搞 你可能就被诈骗嘛 嗯 也是有可能嘛 你说你朋友 骗你去创业啊 你妈真的丢一百万下去 直接被骗 那可能你妈真的 他的社会经验比较多 比如你妈以前被诈骗过 像我妈 就是我们家以前 也是有被骗过钱啊 对啊 所以你就会知道 有些人是不怀好意 但有时候年轻人就觉得 诶 有个机会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妈妈跟你聊这些 我觉得 以前人是有她的知会 但是 就是另外一个负面 就是副作用 就是他们会限制你 对 所以大家在做决定之前 也不要意气用事 你要知道自己在 做什么 那比如说你去做环导 这个行为 你可能安全也要先做好 不要说 干我就酷啊 然后你去发生危险 是很悲难 所以你要知道 你不是在做坏事 也不是在做危险的事情 但只是你妈不赞同 但你觉得这样做 对你是OK 那你就是可以 偷偷默默的做一下 你现在是一个解放的妈宝 要讲这些话 对啊 因为每当过妈宝 有人也讲不出这种 好像是脱北者 一大堆废话 就说 干我想去 我不然去死 还是我 我妈觉得怎么样 但是 真的啦 真的啦 因为 我跟我妈撕破脸 也是很累啊 那你觉得就是 如果 我们两个算一个小孩 你觉得她会是 妈宝还是爸宝 她绝对是我的宝贝 她妈妈不爱她 没有 她妈妈整天只是想说 我的胡子 我的脸 我的痘痘 我的胡子 我是要把它去掉 对啊 我的毛 因为我想过 如果我真的是 生了一个小孩 然后她就是跟你一样 很喜欢动物 她可能就是 夏天的时候就说 妈妈妈妈 我想要去动物园 然后我就说 你就上网看一看就好了 其实外面很热 我不想去 然后她说 妈妈 可是我想干活生生的 我就会说 好啊 那你说服我 为什么要看这个动物 先去做功课 然后等到你就说服我 我也很想看那个动物 的时候我们再去 然后可能就会真的是 所以她会变成一个 简报大师 对 而且我要训练她的口才啊 妈妈 你一定没有看过 狮子吧 之类的 我跟你讲 狮子是一个 在非洲大草原上 是一个非常 难看到的动物 台湾竟然也看得到狮子 妈妈 你不觉得很 不得了吗 之类的 然后或是她一直吵吵吵 然后我被她说服了 我就说 好那叫你爸带你去看 所以她之后 如果她能成功 说服你 她之后变成业务大师 我喜欢这样的小孩 我觉得 像我弟有时候遇到问题 就我弟弟小时候 我十七岁嘛 所以他遇到问题 他就会用哭的 然后我就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就说我想不出来 我说你想一个办法 他说我讲的办法很烂 我说你还是得要想一个 因为我觉得 你要培养小孩子这种 他要自己 试着解决的能力 他不能说 我想不出来 我就不想了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 如果我真的生小孩 我应该会比较像爸爸 我就会觉得 而且我弟以前会这样哭 然后高八音跟我讲话 我个人是 最不吃这一套 姐姐 我弟就大姐 可是我真的没办法 我就说你最近 是参加合唱团吗 好幽默 好幽默的来宾哦 So humor 但是我弟就会愣住啊 我弟就会愣住 然后他在路边大哭 我就会跟路人说 他现在已经一年级了 然后他叫做林月 他已经一年级了 他刚加入合唱团 反正我就会若所地 然后他反而就会冷静下来 我觉得小朋友是 你不用顺着他 你要跟他说 我不是你这套 你要讲就好好讲 然后他就会越来越知道说 哦我们是要对谈的 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的小孩 应该不太可能是妈宝 我觉得是像你这种妈宝 才会带出来下一个爸宝 你觉得呢 他能批评我 妈的下次不要请你啊 去妈的 不过我在分享很有趣 就是我的 反正好像朋友的朋友 他之前开了一个 类似像补习班的 也不是补习班 他就是有一个 类似可以带小朋友 去做活动的 的一个教学 然后他会让小朋友 去环岛 或者去哪个地方 爬山或旅行 但是他不会 规划给他 多小的朋友 大概国小 大概四五 四五六年级 我有点 反正高年级 我不是很确定 好像是有点高年级 然后 就是如果你们要环岛 你们要去哪里 那你们要怎么去 然后他们可能要自己去查 我们要坐公车吗 那我们要怎么搭公车 或者我们要怎么样去 就是一些感觉大人 能做的事情 然后叫小朋友去做 而且他不会说 我把老师带你去 老师帮你租车 什么 好像就没有这一part 然后小朋友就去思考 他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对 就是有一个老师 他常在做这件事情 对 他常是私人机构 我觉得 那你现在 因为现在真的是 少子话 我们都很宠小孩 可是你要知道 每一个人这么被宠 他们被丢入社会的时候 他们都是非常 以自我为中心的 所以他们会觉得 很孤独 交不到朋友 发现 为什么 在学校里面 大家不要在家里面 这样讨好我了 为什么没有人 赞同我说的所有话 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因为他在家里就这样 也不能怪这些小孩 所以他们如果在 现实生活中 得不到这种认可 他们就是去社群得到 那赞不够多 或者是他们又 比不到那么多人喜欢 他们又陷入一个 忧郁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最根本我们能做的 还是让小孩子 他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他知道 他有力气去解决问题 跟去培养他自己 怎么样建立他 未来想要去的地方 他才能不那么 仰赖别人的喜欢 我觉得这样的小孩 比较健康 所以就是你要 你爱他就不要什么都帮他 对 你应该是要培养他 有一些能耐 让他喜欢自己 然后 知道说有问题 他自己能够解决 这是爸妈送给他 最好的能力 对 这个东西很 听起来超简单 但是 就是 不容易 不容易 你不能因为 很容易 其实我很爱我弟 很自然而然就会帮他 你看到他哭 你第一时间当然想要抱他 他不要哭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可是其实 其实我自己认为比较正确的做法 当他在哭的时候 你应该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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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合上团啦 不要讲好不好 再哭 再哭 我想要营造一个知性的 你怕怕落地啊 怕怕落地已经死了啦 你想当下一个 好 反正 我想跟大家呼吁就是 不管你们现在有小孩 或是未来有小孩 或是你自己现在是小孩 都要真的是 自己试着解决问题 现在是小孩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谁知道 有我弟的同学按到吗 如果你现在是小孩 请试着关掉我们的节目好吗 不要 不要提这种东西 到这里 OK 好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